新視角聽新聞 歡迎收聽新視角聽新聞 傳播力極強的Omicron變種病毒 現在已經攻入中國首都北京 2022年北京冬季奧林帕克運動會 簡稱東奧會 以及殘疾人奧林帕克運動會 簡稱殘奧會 能不能順利舉行 被世界聚焦 中共當局為了令東奧會成功舉辦 採取獨目前為止 最嚴厲的拋拋式封控措施 外界認為 這樣可能將會是奧運史上 最不輕鬆愉快的賽事 以下是新聞的詳情 2022冬季奧運會 將會在2月4日開幕 2月20日閉幕 並且將會在北京賽區 延慶賽區和張家口賽區舉行 之後的殘奧會 將會在3月4日至13日舉行 為期十天 不幸運的是 傳染力極強的Omicron變種病毒 正在距離北京 126公里的天津 迅速擴散 天津當局在1月12日 命令傳承 由當日下午開始 緊急放假半天 1400萬居民 啟動第二輪全民核酸檢測 同時天津當局宣布 該市的人大政協兩會推遲召開 就在北京當局高度緊張 擺出嚴防死守姿態的時候 Omicron 周旋即攻陷北京 外界說笑說 北京迎接了雙奧 Omicron和奧運 北京市衛生健康委員會 簡稱衛健委 公開通報說 1月15日有本土確診病例 境外輸入確診病例 和無症狀感染者 通報說 本土確診病例 居住在海定區上地街道 博雅西縣 1月15日報告核酸檢測結果是陽性 已經轉到指定醫院隔離治療 境外輸入確診的病例是中國籍人士 1月11日由德國到達北京首都機場 海關經過健康篩檢 並進行核酸檢測之後 經環幣管理送到集中隔離酒店 1月14日報告核酸檢測結果呈陽性 1月15日轉到指定醫院 1月18日北京市召開第268場 COVID-19疫情防控新聞發布會 北京疾病預防控制中心副主任 旁星火通報說 1月17日零時至1月18日 北京確認本土確診病例和核酸檢測陽性者 其中確診病例都在海定區 核酸檢測陽性者在朝陽區 按行程軌跡 確診病例1是1月15日通報確診病例的媽媽 確診病例2也是1月15日通報確診病例的單位和流程的同事 工作單位地址是海定新科技大廈 最令中共恐懼的是 病例為朝陽區核酸檢測陽性者 1月20日上午被公佈為確診病例的男子 去年11月到北京打工 他在今年1月14日出現感冒症狀 17日在社區衛生服務中心進行核酸檢測 18日經北京市疾控中心實驗室 科核結果為陽性 並且同時驗出Delta變異株 特異性特變 雖然中共一直隱瞞真相 外界始終無法知道中國真正的感染人數 但是由官方公佈的病例 亦無疑為即將在2月4日舉行的北京冬奧會蒙上陰影 其實中共當局早就料到這種可能 所以在無跡象表明最高當局有意叫停 或申請延遲舉辦今次冬奧之前 外界看到北京制出到目前為止最嚴厲的參賽規則 即是全程全域閉環式拋拋管理 1月4日 北京啟動比賽時候的閉環管理式試行 一切都將會在旁邊的大拋拋裡進行 北京如臨大敵 官方下令嚴防風險人員通過第三地進入北京 對出現病例的所在城市實行停航、停售 停止進入北京的三庭措施 截至1月23日 中國已經有10個城市出現Omicron本土疫情 在整個冬奧會期間 為了限制感染傳播 運動員、輔助人員、志願者和媒體 將會處於一個所謂的閉環 也就是在拋拋管理裡 這個閉環並不是在北京設置一個巨大的隔離區域 而是由無數的迷你拋拋組成 坐飛機抵達中國的人員 由飛機在北京降落 到坐飛機離開 一直處於閉環裡 在冬奧會期間 所有人員都不能離開閉環 閉環還包括人員在食宿區 和三個距離180公里的賽區之間的流動 關於在拋拋裡封閉的人數 發生社引述中共官方傳媒估計說 將會有約3,000名運動員參賽 1萬名媒體人參與報道 還有大批工作人員 為東奧會場館的運作提供支持 包括翻譯、清潔、酒店員工和司機 外加1萬9,000名志願者 但不是所有志願者都會在閉環裡 中共當局說 閉環裡有72間酒店 4,000多部指定車輛 用於接送東奧會人員 這樣拋拋管理能阻止到Omicron嗎? 中國民主運動月刊 北京之春主編 陳維健向《大紀元》記者表示 我認為是不可能的 他說 我用中共自己的說法來反駁他 前幾天海定區 發現一個Omicron感染者 這名感染者沒有出過北京城 後來中共官方說 該病例受感染 是因為接收來自加拿大的包裹 東奧會有這麼多運動員從海外進來 他們不僅要帶自己的行李 還要帶很多運動器材 現在世界各個國家都有Omicron 一個加拿大的包裹 就已經搞到北京這樣了 這樣 這麼多的運動員 相關人員到北京 以中共的邏輯來說 東奧會期間 就是Omicron大爆發的時候 中國前國家隊游泳選手 奧運會銀牌得主王曉敏 也向《大紀元》記者表示 他認為北京 無法阻止Omicron的 病毒是看不見的 摸不到也抓不住 控制不到的 陳維健還對中共所說的 病毒是來自加拿大包裹 表示懷疑 他說北京的郵政部門 也說他們檢查過 所有和這個包裹有關的郵政人員 都沒有發現感染 按理來說 郵件接收者被感染 很多郵政人員都接觸過這個包裹 他們應該首先被感染 即使這種被稱為 史上最嚴厲的封控措施 令各個參賽來賓不適應 但是中共當局堅持這樣做 北京東奧組委會 1月4日啟動閉環管理 宣布東奧會三大賽區 北京、張家口和延慶的所有比賽 都會在封閉中舉行 即是閉環管理 北京規定 參加東奧的所有人 都要接種疫苗 想選擇醫療豁免的人 必須在比賽前隔離21天 而進入閉環管理的包包之後 每個人每天都會接受病毒檢測 而封控措施 顯然出自中共最高層 據中共官方傳媒《新華社》報道 中共總書記習近平 在1月4日試冊了東奧籌備工作 中共官方傳媒《新華網》 用較多的文字和圖片 報導習近平的行程 顯然想淡化拋拋集中營的形象 包括習近平到國家速度滑兵館 媒體中心、東奧村、東奧運行指揮部調度中心 和訓練基地等 該官方傳媒說 這次是自從2017年以來 習近平第五次實地考察東奧會籌辦工作 不過習近平為東奧背書 並不能完全換和各國運動員 前往北京參賽的顧慮 路透社報導說 對加拿大奧委會COC來說 目前最大的擔心是被運動員 在沒有檢測出COVID-19陽性的情況下 進入北京的安全拋拋 並要在中國接受3至5個星期的隔離 COC主席舒德偉在2022年新年前夕 向加拿大廣播公司表示 如果加拿大奧委會認為 運動員的安全受到影響 將毫不猶豫取消參加北京奧運會 就像2020年3月一樣 當時他們決定 不派代表團參加東京夏季奧運會 北美國家冰球聯盟NHL去年12月 不會派球員參加北京東奧會男子冰球比賽 理由是疫情嚴重擾亂他們的日程安排 黃曉敏向《大紀元》記者表示 如果中共還有點良心的話 按照現在的情況來說 他是不應該在疫情這麼嚴重的情況下舉辦東奧會的 黃曉敏說 中共會不擇手段 不惜一切代價開東奧 他要把東奧開得成 黃曉敏說 中共為今次的東奧會準備了4年 如果不開的話 他會認為 刁不起這個架 中共的想法就是 他能夠戰勝一切 病毒也好 來自世界各國的壓力也好 他也不在乎 他只要能夠把奧運開得成就行了 而習近平日前視察東奧場館的時候說 順利舉辦即是成功 去年舉辦夏季奧運的日本 在賽事期間 仍然難免出現選手感染疫情的情況 在這次閉環拋拋裡 扮東奧的北京 真是能夠經得起 拋拋裡的 零感染Omicron的考驗嗎? 公開資料顯示 東京夏季奧運會防疫政策管控 遠遠不夠北京那麼嚴格 參與者未被要求接種疫苗 未接種也不需要隔離 雖然他們被要求 儘量留在奧運會相關的場館裡面 但仍然有很多機會和外界互動 包括在便利店和在當地餐廳拿外賣食物 以此同時 東京當地的新聞媒體和場館工作人員 可以由家裡上班到場館 奧運會觀眾在經過14天更嚴格的限制之後 都可以按照自己的意願 在城市裡自由走動 北京東奧對城市管控採取了 和東京接近的做法不封城 但對待賽事和人員 就和東京的寬鬆做法差別很大 混在拋拋裡 直到東奧會結束就直接送走 對這麼多的車輛和人員 在閉環裡頻繁運作 會有難保發生事故的擔心 迫使北京市交通管理局 發表了餘下提示 交通出行中 終會乘坐貼有閉環管理標誌的 專用車輛 一旦與這些車輛發生交通事故 市民應該做到不同車輛和車內的人員接觸 等候專業人士到場處理 北京將東奧溫入拋拋裡進行 但面臨日益嚴峻的北京疫情 又宣布不採取同西安 天津等染疫的城市 同樣的封城措施 不同的做法引起外界關注 北京東奧組委會1月11日聲稱 即使遇到很多困難和挑戰 中國如期舉辦賽事的決心堅定不宜 但令當局意料不到的是 宣布不封北京城之後幾天 1月15日 北京疾控中心 又報告了Omicron確診病例 和無症狀感染者 還公布了海定區 那名患者17個出行的軌跡 1月18日 北京市疾控中心副主任 龐星火通報說 本市有新增確診病例 和核酸陽性者 1月19日 北京市疾控中心副主任 劉曉峰也說 1月19日零時至下午6時 北京市新增核酸陽性 Omicron變種病毒快速傳染 使中共的動態清零戰略 陷入嚴峻情勢 對此大陸作家王權 在接受《大紀元》記者採訪時說 中共為了堵塞Omicron變種病毒 管控得很緊 只要是陽性的 甚至是和陽性接觸過的 就算沒有碰過面 譬如是一個商場 只要有一個人是陽性的 那就封了整個商場 當時在內的所有顧客 就全部隔離 北京衛健委聲稱 要堅持貫徹外防輸入 內防反彈的總策略不會搖動 但是也承認 全市疫情防空面臨境外境內雙重風險 中國農曆連張志 人員流動更加頻繁 會帶給北京東澳和東殘澳 巨大的挑戰 就東澳開幕前 疫情大爆發 當局會不會強行開幕的疑問 王權認為肯定會與其進行 陳維健也表示 我覺得兩個星期多之後 就是北京奧運村疫情爆發的時候 當然爆發到什麼程度 我們還不知道 但是現在不停的話 無論疫情爆發得怎麼厲害 中共不可能停止的 關於爆發的程度 陳維健分析 現在各個國家已經告誡自己的運動員 不要帶手機去 因此即使發生感染 信息也很難傳到外面 要等東澳會結束之後才會傳出來 他表示 運動員也只能了解身邊的事 他們是分組比賽 最多只能由他們自己的比賽項目中 了解到一些情況 而且每個不同的項目 都是分開進行 中共會以疫情為理由 將他們分割得更嚴密 他說 運動員與運動員之間的交流 也非常有限 他們得到的資訊也非常有限 陳維健質疑 本來中共 完全可以以疫情理由推遲奧運 像北韓 他就非常明確地說 是因為疫情不來 中共還表示非常理解 既然北韓這個小兄弟 因為疫情不來 還是非常理解 那為什麼不在這個時候 趁這個機會 將奧運推遲呢 黃曉敏也表示 按照中共的處理方式 他能夠不說就不說 能夠不傳就不傳 他會將這件事 最大限度地壓制住 奧運會最長 也就是兩三個星期時間 他會盡量不讓外界知道 病毒傳染的程度 他不會說老實話 對於中共的拋拋閉環 會為各國運動員和記者 帶來什麼的心情 陳維健說 他們會怎麼想 就只有回國才說 因為在中國 中共肯定會監控運動員的手機 不讓他們把消息外傳 黃曉敏表示 中共從來 就不會去體驗對方受到什麼傷害 他說 他不會有這種想法的 東奧就是短短幾天 結束了 運動員就回去了 但是他要達到他的目的 他不可能給運動員 拿著手機拍攝 給記者報道真實情況 中共的拋拋管理 目的就是把人圈在裡面 不讓你知道任何消息 黃權也表示 這次奧運會 是肯定不讓外界看好的 不要說外界 國內我估計也不會看好 國內很多行動 都受到監控或者制止 大家都好像很冷淡 說起來有這樣的一件事 但是在心裡 大家都很平靜很冷淡 以上節目內容 追財至大紀元記者 梁玉岩 徐奕陽 和張忠元的採訪報導 今次的《紳士國聽新聞》就到這裡 請記得訂閱點讚 本節目的粵語版部分內容 已經加入大紀元的Patreon 也請大家多多支持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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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